赏冰雕 滑粉雪 住民宿 始创于1998年的长春冰雪节 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000亿元 曾经的冷资源 如今的热效应 每年的12月份 富有创意的冰雪造梦师们 将长春打造成为 晶莹剔透的冰雪王国 作为中国最大的冰雪城市之一 长春把冰天雪地变成了金山银山 冰雪运动从北京冬奥会之后 一下子就进入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我们大概自2015年以来 有3.46亿人参与了冰雪运动 也就是说实现了 就是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的目标 整个的参与率 渗透率达到了24%多 说明大家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越冷越高 尤其是像今年大雪之后 南方的小朋友们就特别兴奋 可以更好的 直接的体验 体验这种冰雪运动 带来整个东北消费的提升